新冠肺炎延燒近三年 目前为止国内新冠总死亡数 已经超过1.7万人 台大工卫教授詹长泉在脸书直言 第一任指挥官陈时中 和第二任指挥官王必胜 不停建言 让台湾防疫失去可能压低 Omicron死亡率的先机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罗亦军回应 台湾在国际上染疫致死率 其实算是比较低的 国内疫情19后新增死亡67例 三年累计新冠肺炎总死亡数 已超过1.7万人 去年死亡更达到高峰 预1.4万人 平均每个月超过900人 因新冠肺炎死亡 名列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台大工卫教授詹长泉强调 若未来几个月 台湾新冠死亡人数人居高不下 台湾将是全世界2023年 仍有新冠肺炎 列在十大死因中的少数国家之一 我们现在处于第三波 第三波的尾声 还是当然会有些死亡率出来 但是对于脆弱族群来说 他们仍然会有在急性感染 或者说后遗症的当下 会有一些死于并发症的风险 疫情延烧近三年 陈时中任内因疫情死亡 有8031人 王毕胜任内则有9420亿人 不过当时专家针对高死亡率 提出建言 但当时陈时中却这样说 分母也黑素 分子也黑素 拿来乱比一通 得到一个习习乖乖的结论 就这样讲 那影响到民心 即使去年换了一位指挥官 专家建议疫情防治 要有新思维新方法 王毕胜这样回应 好像有一些工卫的学者 他不知道防疫的新方向在哪 专家痛批 指挥中心不但没有细看 新冠死亡中未接种疫苗 长者占比太高的事实 更听不进去工卫学者 选找低死亡率防疫新方向的建议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 罗伊军也做出回应 我们的自治率0.17% 跟澳洲是相当 它比这个指挥的0.22% 是较低较优 所以我们在国际平均上 还是算是前段吧 疫情近三年 20号许内可以全面脱下口罩 指挥中心也在做收尾工作 此时工卫大佬在脸书写下感叹 更令死者家属感到心痛 记者陈正茂陈嘉伦台北 猜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